国台办公布一系列方便台湾居民往来大陆新举措 金谷宗领军国民党年底选战五虎将正式进入战斗位置 为所谓五二零静坐串联拉票 谢长廷拜访蔡英文互动微妙 台行政机构将改组人士陈冲或将出任副职负责人 我确实被侦询过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个性和能力比较合适当然目前的工作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敏中级相邻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杨毅表示 国台办将会同相关机关不断改进和完善台胞出入境管理制度 同时也就更多银行开展新台币双向兑换 两岸航班不足问题的解决 以及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有的推动等方面释放利好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首先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发布 为进一步方便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及在大陆工作生活 公安部决定从5月25号起 大陆将在天津宁波济南机场设立台湾居民口岸签注点 为事先未办妥入境证件或签注直抵口岸的台湾居民办理证件签注 而公安部也决定自5月25号起 授权广东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为在大陆的台湾居民补发换发5年有效台包证 在金融服务方面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上海银行的有关分支机构 将于近期在上海开办新台币双向兑换业务 而日前交通银行在上海开办新台币双向兑换业务后 确实给来上海的台湾同胞提供了方便 受到了台湾同胞的欢迎 对于福建省省长黄晓晶率福建经贸文化交流团 于5月5号至10号赴台交流访问 杨毅表示 本次访问以走亲访友做生意为主题 广泛接触台湾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敏台合作发展 密切了亲情 宣传了海西 深化了交流 促进了合作 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杨毅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地位也给予高度关注 国务院发布 关于支持福建省架构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入干意见 已经两年了 在这个意见里面 国务院明确赋予海西经济区 两岸人民交流合作 先行先逝的战略地位 这位两岸经济的交流 各方面的合作 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我们希望台湾各界抓住这个商机 加强于海西的合作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杨毅还表示 两岸并没有就埃克法第三次协商确定日期 双方都在积极努力推动协商 而针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 民进党不排除组团到大陆来展开对话一事 杨毅表示 希望民进党能够真正认识到 不放弃台独主张是没有出路的 今天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有台湾记者提问 是否因为早说清单的分歧较大 使得第三次埃克法协商延后 发言人杨毅急于否认 他表示 两岸并没有就埃克法第三次协商确定日期 何来推迟之说 而据他了解 协商是有进展的 双方都在进行积极的努力 至于台湾媒体十分关注 是否能在六月份签署埃克法 杨毅则说 大陆方面已经多次表示 要根据协商的进展情况来确定 双方共同来努力 在台湾记者问到 近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 不排除组团到大陆来 跟大陆方面展开对话 杨毅表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需 希望民进党能够真正认识到 不放弃台独主张是没有出路的 也是不符合台湾同胞根本和长远利益的 而对于两岸民间机构和人士 就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交换意见 大陆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欢迎 今天还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两周年 杨毅也透过媒体再次转达 对台湾同胞援助汶川大地震的衷心感谢 国民党中常会 今天下午通过五都市长提名 征召人选 国民党年底选战五虎将正式就位 获国民党征召 郝龙斌参选台北市长 朱立伦参选新北市长 胡志强参选大台中市长 郭天才参选大台南市长 黄兆顺则参选大高雄市长 目前朱立伦已经确定辞去现任的台湾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的职务投入选战 而民进党参选五都的人选还未全部确定 据报道 目前大高雄大台南 由高雄市长陈菊和民意代表赖清德出现 台北市新北市 渴望提名苏贞昌和游熙坤 大台中则倾向民进党秘书长苏家全 但基层仍有杂音 国民党的五都参选名单 今天正式出炉了 那么这五位参选人都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台北演播室的郑又平教授 郑教授 请你跟我们谈一谈 您对这份五都名单的评价 今天国民党提出来这个五都参选的提名名单 的确算是一个强棒的名单 虽然说不能够是100%的赢得所有席次 但是基本上国民党是坐三望四 但是说不定可以抢到五 怎么说呢 这次提出来的名单呢 我们看台北市 郝龙斌已经做了一任的台北市市长 到目前为止表现非常的优越 台中的胡志强是遥遥领先任何民进党所可能提出来的人选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可以是稳超胜券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可以说是稳超胜券 第三个就是新北市新北市朱立伦辞掉行政院副院长 那么他这次出战呢 大概也不会是一个这个面临任何压力的战这个战役 怎么说呢 基本上台北县过去台北县 未来的新北市还是蓝大于绿的这个选民基本盘 所以朱立伦的表现只要稳稳荡荡 大概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台南的这个郭天才呢 他基本上是教育界出身 没有什么争议性 那可是郭天才现在的选情不见得这么看好 台南呢绿营是绝对抄了胜券的 那另外就是高雄的黄昭顺 黄昭顺出身政治世家 他在高雄市的人脉组织非常的绵密 但是在高雄县就稍嫌这个弱势了一点 不过黄昭顺可以稳住国民党的基本盘 而且黄昭顺应该可以发挥母鸡带小鸡的这个功能 让国民党最起码市议员的部分能够选得还算顺当 如果国民党想要在南部翻盘的话呢 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逆势作战的一个态势 不过国民党现在占的便宜是因为民进党内部呢 有可能会分裂 而且一个大绿变成若干个小绿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国民党当然就有可能能够翻盘成功 再加上如果我们看上一次的高雄市市长的选举 其实陈菊只赢了对手国民党的黄昭顺 1100票左右这1100票代表是0.14%的选票 那只要稍微国民党再团结一点再加把劲 极有可能可以翻盘成功 好的国民党五都人选已经底定 而民进党人选却迟迟没定案 在整合速度上似乎是蓝赢略胜一筹 这样的局面是有利于民进党的排兵布阵呢 还是说这暴露了民进党内部整合的矛盾 其实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民进党内部的矛盾 以及他们内部在整个初选过程当中 所展现出来的那一种白热化的竞争 杀到刀刀见骨 可以说是像高雄是秋菊之争 是姐弟之情完全撕裂 那么在台南市呢 这个原来笃定当选的这个许天才 或者是苏焕智呢 居然会输给一个政坛上的晚辈赖清德 都让他们觉得情何以堪 所以这个是表示说在民进党内部 因为初选所产生的裂痕呢 一时不可能那么容易的这个弥补 而且就算能够表面弥补 也只是皮和肉不和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民进党内部的战斗力 很难的集结在一起 对国民党来讲 必须要稳当的 稳定的向前迈进 只要国民党能够团结 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应该可以打败一个分裂的民进党 好的 谢谢郑教授 在线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针对年底举行的五都选举 今天香港媒体也是高度关注 其中香港大公报有文章指出 随着国民党五都选举候选人名单出炉 年底选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五都选举被视为 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站 如今国民党五虎将 已经整装待发 先声夺人 反观民进党人选迟迟未能确定 颇有出师不力的味道 国民党应该能拿下台中 台北和新北市 南部的高雄和台南 只能是尽力而为 以不大输为赢 现在离五都选举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各地选情或许还有变化 但就此刻而论 国民党率先端出选将名单 比起在新北市台中市人选问题 陷入难产困境的民进党 已是先胜一筹了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朱立伦今天被国民党征召参选新北市 同时也辞去了台行政机构 负职负责人一职 而新的接任人选 渴望由台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陈冲接掌 今天一早 蓝绿明带纷纷恭喜陈冲 陈冲也首度证实 确实已经被征询 当被追问到到底要不要接任时 他只淡淡地说 他已经21年没有自己的生涯规划了 12号一大早 蓝绿明带恭喜声源源不绝 搞得全冲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 我确实被征询过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我个人的这个个性和能力 比较合适当然这个目前的工作 朱立伦转换跑道 拼新北市长 国民党党政高层考虑 陈冲具有专业财经背景 过去从金融局财政部门一路历练 资历也相当完整 国民党五都提名已经就位 绿营布局却迟迟还没定案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谢长廷 原本也是热门人选 但在明确婉拒后 他现在忙着进行所谓 520反ECFA静坐的串联 这让预定在6月份 举办游行的民进党很尴尬 今天谢长廷亲自拜访蔡英文 两人互动相当微妙 从江湖谢长廷不选五都 号召群众他要在520走上街头 亲自到民进党拜访蔡英文 谢长廷放低姿态 两个人谈了40分钟 党主席送他到门口 却没有一起接受访问 被6月的一个比较大型的 党办的一个大型的游行活动 的一个缓身 软身 我们是静坐的 一个不是 算是中规模的一个静坐 520开始三天两夜 接力静坐 向庭主导活动 寻求民进党背书 却没有开口邀请蔡英文参加 这个也是一个能量 这个也可以支援 那么各地的一个活动 当然选起也需要很大的能量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能量 虽然国民党五都已经提名完毕 蔡县两个人却都没意愿在年底选战出马 蔡英文想专心操盘 向庭要先走街头路线 两个人互动为庙 各有舞台 相近如宾 各自保持礼貌关系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新闻 打断大腿 逼文瓦斯 台北一名男子 常年虐待母亲被囚刑 台湾大学生的毕业摄影作品尺度大 情侣清热 女生穿薄沙场冰箱全入境 张华举办护士选美活动 一名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改线 俗话说百晒孝为先 可是在台北树林有一名灵性男子 十多年来却对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不断施虐 不但打断他的脚骨 甚至还企图把瓦斯灌进老太太的鼻腔 让老妇人身心严重受创 这名男子之前就曾因为虐待母亲而被判刑 没想到出狱后变本加厉 让法官对该男子具体求刑四年半 台北树林的灵性妇人 前年才因为家里的狗咬伤到隔壁送货的女厨师 被法院判赔二十五万 后来却传出让妇人更伤心的事 因为检方调查发现 他五十四岁的儿子长期对母亲施暴 不但恐吓他要惯要让他变哑巴 对他甩巴掌 用脚踹甚至下重手 打到七十几岁的灵性妇人 左脚骨折 还做事要开瓦斯灌进母亲的鼻腔里 长期试虐十多年 让法官重判四年半 他热乎的身 他手啊 他换一段的目标啊 很严重啦 灵性男子之前就曾欧打母亲 被法院判刑一年六个月 但出狱后又再犯 甚至因为老母亲不堪受虐 申请保护令 久后又继续施暴 中风行动不便 老父亲只能听着妻子的哀嚎 无能为力 检察官说 常年生活在儿子暴力 阴影底下的林老太太 真的被吓坏了 听到儿子的名字 不断发抖流泪 让法官依照伤害 直系写亲和恐吓罪 对灵性男子具体求心 四年六个月 我们换个心情 来看一下来自台湾大学校园的消息 在一个大学生摄影作品 毕业展览上 有一系列作品是一位女生 穿着薄纱到处借冰箱 因为她想要拍下自己躺在冰箱里的画面 传达女性被雾化的现状 可以进得去就好像爆炸大腿跳 暖身坐坐伸展超 每一大学生扇凯蒂要把自己冰起来 我就穿一个小小的薄纱在冰箱里面 把自己缩成一桶案冰了五分钟 挑的冰箱不只有学校宿舍 还有快炒电的冷藏冰箱 只有零度C的蛋糕店冰箱 甚至是超级市场的冰箱 都可以看到善同学的身影 大学毕业的毕业展作品 善同学把女体当场的展示 主题就叫那就冰起来 想要传达女性被误化的现象 还是的过程吓坏了一堆人 一直被打枪啊 就是太奇怪了 就是为什么我要建你冰箱 让你人在里面 你女人要进去 但是没有这种事情啊 善凯蒂突破老板新房 独立创作 拿自己当模特儿 其实不只有她 拿人当作品的 还有正大女学生林继安 男女申请勇吻 权柔入镜也不怕 女大声要传达 男女或是女女情侣之间 亲热使还有第三者存在的意念 于是在BBS上广发文章 找自愿者来拍 前前后后拍了四千张的照片 后制成一分零九秒的作品 大大挑战校园的尺度 在这一次B站的主题 下一个十五分钟当中 用竞技来凸显 十五分钟的重要性 也凸显出大学生在设计方面 如何大胆不设限 今天是护士节 彰化秀传医院举办了一场 美丽翘天使选拔赛 进入决赛的十位护士中 有一位却是男护士 她出面挑战九位女护士 大家都穿着护士装 在伸展台上走秀 比仪态 比美貌 也比谈吐 最后这位护士帅哥脱颖而出 拿下护理之美奖 来看看这位美男护士 到底长得怎么样 美丽翘护士选拔开罗了 接着登场的是她 她身高一百六十公分 体重四十八公斤 一身护士白衣裤装上台走秀 翘立的短髮脸上画上淡妆 眼线嘴巴还涂上唇蜜 一耳戴上两颗耳环 还戴了牙套 她一出场台下一阵尖叫 看得出来吗 这位翘护士其实是位男的 二十五岁名叫黄建明 很多人都说她有个明星脸 长得很像舞台剧艺人王博森 站上伸展台 她落落大方 万红从中一点绿 她一个男的PK另外九位女翘护士 最后拿下了大奖 顾女之美的得奖红人 第一位是 借地公主 我们单位就我最翘 所以扎就推我出来参加这个比赛 十位翘护士 最佳谈吐 最佳仪态 最佳发型 人人都有奖 在护士节的这一天 这位男护士无疑是最抢眼的人 蒋家第四代蒋友博 之前才因为所经营的成果设计公司 被人指控侵权 而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的焦点 现在又因为替杂志 揭拍封面人物 而再度吸引大家注意 照片中 蒋友博不吝惜展现时尚品味 连换数套衣服 很有模特风范 而他自己也透露 他对办杂志很有兴趣 也让外界好奇 蒋友博是否要将触角延伸到媒体圈 贵公子型男蒋友博登上杂志 封面人物 不过明明有模特儿身材的他 却摆了一个蹲坐的姿势 随性风格果然是蒋友博的style 杂志内夜主打蒋友博 高规格做了大篇幅的专访 蒋友博衣服换了好几套 从格子西装外套的绅士风 到浅蓝色衬衫的休闲风 不过唯一不变的就是黑框眼镜 加上酷酷的一号表情 偶尔难得看到嘴角微微上扬 我的功能在于用游击站的方式 帮助快速增加平台这一路 蒋友博的明星气质还有鲜明的个性 曾经替国际杂志拍摄封面照 这回是蒋友博第三次当起封面人物 不过选的居然是全新出刊 介绍潮流产品的杂志 走得干蒋友博的创意产业不谋而合 让人不禁联想到 蒋友博去年就曾宣告 有兴趣跨足杂志产业 在杂志的内文中 他也再度提及想要半个杂志 看来台湾的媒体圈很快又会多一个省力军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新闻 抢攻台湾运动品牌市场 特顾台北电开张 香港福建同乡会举行71周年庆 及21届礼坚式就职典礼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去结束了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东南晚报之后 欢迎继续关注22点50分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更多两个资讯 欢迎锁定东南卫视 每天中午12点整播出的海峡舞报 我是詹志